最近我介绍了一下如何成为澳洲的注册老师 并带大家去逛了一下超市和周末市场 后来就有朋友在留言区里说 阿宝你得介绍一下在澳洲的收入状况 他提的非常有道理 因为我们讲一件事情不能只讲一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我今天做了一些功课 到了南澳洲的教育厅网站上面 找到了一份非常详细的文件 总共有六页那么多 在介绍这个收入之前 我跟大家简介一下澳洲的三种不同系列的教师 第一种就叫做permanent teacher 永久教师 实际上就等同于我们国内的有编制的老师 那么第二种系列就叫做contract teacher 就是合同老师 基本上是一年一天 合同老师每年也有十天的带薪假 这两种系列的老师在放假的时候都能领到工资 那么第三种呢 他这里叫temporary relieving teacher 临时代课老师 每天拿一份工作算一份工作 然后拿了今天就不知道明天有没有 所以非常不稳定 分别我们说一下他的最初级别的工资 以及最高级别的 南澳洲的最高的级别是九级 一级的有编制的老师 他的年薪是八万 到了九级以后呢是十一万六 那么每一个级之间的差别是大概四千一左右一年 只要你工作累积够了两百天 他就给你自动跳到下一级 其他的系列都一样啊 都是按两百天一跳 和同志老师 一级八万一 九级十一万七 那么代课老师一级的工资是十万 九级是十四万五 临时代课老师工资拿得很高 因为他的稳定性很差 而且他到了这个放假的时候没有前领 他这个算这个十万 实际上是说你每年干的天数是满的 但是非常有可能是你比如说有两百六十天的工作日 你可能只接到两百天的活 甚至更少 无论是永久性的老师还是和同志的老师 他们都有一个带薪的一个病假或者是试假 当这帮老师请假了以后呢 按照法律规定必须要找到持证的老师去代课才可以 那么代课老师的工作特点就是说你不用备课 早上去以后一般的这个请假老师他会留一张纸条 告诉你就今天的课要上什么内容 你就要看一下按照他的一个备课的方案去给学生去实施就好了 下了班以后也不用开会也不用给学生写评语 也就是说你只要干一天的活 回来什么都不用想 可是无论是和同还是永久性的老师 他都要去做很多长期的规划 以及参加各种文山会海吧 刚才我们说的是南澳洲的 我们看一下经济最发达的新州 他的收入状况是怎么样 那么刚才我们说了南澳洲呢 第一年的老师的话 他的收入大概是八万或者八万出头这样 在新州呢他就拿到九万五千四百九啊 新州的教育厅呢比较有趣啊 他把不同的职业的第一年的收入都做了一个横向比较 老师呢是九万五 然后会计呢是六万一 Engineering工程类呢是六万六 Marketing市场营销七万七千七 心理类啊心理咨询这个是八万三 那相对于说老师在那边的收入是最高的 说个题外话 今天我拿到这个资料以后 看了上面的数字密密麻麻的 我眼睛真是不好使了 现在要得这么看才能看得清啊 显然是老花了 真的是岁月不饶人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